公倍数与最小公倍数 假设求利继续用长12公分、宽8公分的卡片排成一个最小的正方形 那么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公分呢? 我们可以发现有一边的边长是以每次8公分的长度在增加 边长分别为8、16、24 这些数都是8的倍数 另一边的边长则是以每次12公分的长度在增加 边长分别为12、24、36 这些数都是12的倍数 因此正方形的边长是12和8的共同倍数 因为8的倍数有8、16、24、32、40、48、56、64等等 12的倍数有12、24、36、48、60、72等等 可以看到8和12共同的倍数有24、48 所以24、48为8和12的公倍数 也就是几个正整数的共同倍数 也就是几个正整数的共同倍数 那么简直通 whimpering那个 GR、47、 hockey、3、410、房属你